这些天啊,北京天天都有泪震雨 小院里的黄瓜不缺水,它生长茂盛 腌的黄瓜还没有吃完又接了不少 没办法,最近几天基本天天都是黄瓜 黄瓜常做的几道菜也算是吃腻了 突然想起滑溜肉片,但没有木耳 于是就用牛肉做了一份 先切点葱姜,黄瓜洗净后 改刀切菱形片 这菱形片曾经一直困扰我 就是一个弯没有转过来,怎么都不会切 后来明白了,发现真的就这么简单 吃起来没差别,但看起来还是菱形片更漂亮 牛肉用里脊肉,切片和红瓜片大小差不多 不用太薄,略微厚一点 这样才能汁水丰富更加的滑嫩 切好的牛肉加入料酒,生抽 盐 糖 胡椒粉 然后拌匀 最后倒点辣椒油拌匀 一是为了锁住水分 二也是能让肉片间不相互粘连 最关键的是辣椒味道能掩盖肉的意味 会更加的美味 没有,那就用植物油代替就好 锅里油烧热后倒入肉片 把伞值变色 这道菜讲究的就是急火爆炒 温度越高,炒的时间越短 肉就越鲜嫩 肉片变色实际就熟了 这时是最嫩的 倒入葱姜和黄瓜片翻炒均匀后 加点盐调味 最后炒匀出锅就做好了 黄瓜的清香,牛肉的滑嫩 一道营养美味的下饭菜 简单又省事 舒坦